字幕组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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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盛 大家好 我是邦盛 欢迎收看 台湾的日人美食循集 没错 这个单元固名思维就是要在台湾寻找好吃的日本美食 那我们第二集要帮大家试吃的就是 在台湾人心中也有着大人气 并且最近这几年呢 有越来越精致化趋势的烧肉 今天要介绍的餐厅是 位在台北市大安区的烧肉担当 不要问我为什么又是大安区 因为这边是我的守备范围 最近的捷运站 中校动画站 步行四分钟即可抵达 Google Maps的评价为4.7颗星 有133则评论 那我们就开吃吧 大会报告 美食介绍口味阴人而已 像我萝卜高奥尖很脆 你可能更爱软Q的版本 我喜欢吃南部纵 你可能更爱吃油饭 美食背倒 我吃半块牛排就很 你可能要加大才会爽 没有一种美食是适合全部人的 但我会以在东京生活两年 拍摄影片至少吃过 100多家日本当地餐厅的经验 提供大家我个人觉得好吃的 恒定做参考 好不好吃 还是要你自己吃的才知道 店里面的空间 以台北来说算适中 目测是有三四桌 四到六人 以及我们所做的吧台位置 因为店家才开一两年左右 环境很不错 干净然后没什么烧肉味 我们两个人点了泡菜三床奏 盐曲海胆生牛肉 澳洲担当盐牛舌 日本和牛丝绸纽约克 搭配鱼子酱码份海胆 圣钢诱花冷面 最后加点了日本菲力 上等牛五花 这道是盐曲海胆生牛肉 吃起来我觉得还好 没有想象中惊艳 主要是麻油海胆跟一个紫苏味 应该是那些佐料 反而吃不出牛肉味 哦对了 这家店有个不错的点是 店员会负责帮你烤肉 所以不用担心自己的技术 然后也可以悠闲的聊天 再来这道是澳洲担当盐牛舌 我很喜欢 但我老婆还好 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是薄片 可是口感很有弹性 加上盐曲蛮入味的 只是我老婆说太险 所以我个人会推荐啦 接下来是我跟老婆都喜欢的 日本和牛丝绸纽约克搭配 鱼子酱满份海胆 看这油花就知道是偏肥的部位 肉质吃起来很软嫩 脂肪含量很够 这是你想象中的满嘴油花的幸福感 再加上蛋黄 海胆跟鱼子酱的调味 是个层次丰富的奢侈美味 最后是加点的日本菲利上等牛五花 这道也是我们两个人都喜欢的 然后是我个人觉得这次最好吃的一道 它油花没有到很多 可是肉质非常的软嫩 但是在软嫩中 却又带有牛肉的口感 跟浓厚的牛肉味 简单的说 这是好吃的牛排啦 最后虽然有点离题 但我老婆说冷面超级好吃 这我就吃保留态度了 总结一下 我们这次用餐大约是4200台币 正常食量的人 可能会吃到两个人5000以上 整体评价还不错 如果有生日或纪念日 是可以来吃吃看的店家 但如果更追求CP值的人 肯定有更好的选项啦 以上就是今天帮大家试吃的烧肉担当咯 如果大家有什么推荐或想要吃的餐厅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让我知道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 拜拜